不说客人家的鱼丸纸皮要你刷 跟他做五百块钱 我保证他妈妈买一件 我以下就不要 客人说就算一万块钱以下你刷 还好鱼尾碗比较大 可以做几道菜 取下垃圾最后的部位 拿来做鱼丸更厚的部分 最练有点柴 但特别适合做鱼丸 加生姜碎 当破壁机里搅成熔 搅至朝耳不息 加盐打上键 在导入沙漠中过滤掉一次 冷水下锅 服务水面为最佳 鱼丸的烧制过程是烫熟 千万份的煮沸 制作吃鱼丸 纯米漏口感不加一粒淀粉 把鱼鳍鱼骨剁成小片 用蔬菜汁和酱料把它胭制入味 把淀粉花生油拌匀 放平底锅中用小火煎至两面煎黄 好香铺入薄底 再撒上纸蓝粉 辣椒粉增香去鲜 用小火取出香味 葱花红椒粒 连上高度排球更能激发出它的香味 鱼香肉嫩滴打开盖 满屋的香味只会得更有口水 热嫩的部位 披成片做个酸菜鱼 生姜汁 盐 蛋清 淀粉 打上姜 锅中饭 将蒜 鱼皮与卤蛋煎熟 再下入酸菜一起炒香 加入高汤 撇上椒 让大火煮浓 最后加白醋 连烫 倒入保底 我选择用开水炭鱼片 因为这样炭制的鱼片比较洁白清爽 千万不要煮沸 炭制八秒即可捞出 上面放葱 蒜 干辣椒 花椒 胡椒粉 上面淋淋花椒油 酸 爽 开胃 太好吃了 这样的酸菜鱼能留住你的胃吗 把肉质修薄得愉快 用瓷刀的手法切成菊花刀 切到脸皮而不断 起尖盐 盐 葱姜 料酒 炎制 弱味 多工和拍粉的细节 决定了你菊花鱼成形的气质 定好形状 用五层油温 慢慢养造至金黄和酥脆 番茄酱加糖加水 熬至糖浓于沙丝中 再用白醋加淀粉打切 接下去是重点 再用前面炸鱼滚烫的热油 摇半勺打入姜汁中 开万火 马勺不停的饺子 形成菊花鱼必用的油泡切 油浓于汁中 颜色发亮而不为水油风格 让虾仁甜豆番茄甜 酸甜色口 朋友们 看待每天路途用心 教大家做菜的配菜 给路途留个小红鲜 路途助你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天天快乐 感谢支持